好,大家好 世界最大游戏展之一的Gamescom游戏展 目前正在德国客户举行 而这个展会重点节目之一 就是每年在展会期间 会预奏出各项最佳游戏奖项 有的最佳音效游戏 最好玩的游戏等等 这些奖项也成了全球玩家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黑石王悟空在去年的Gamescom 就拿到过最佳画面奖 就在今天 今年Gamescom的各项最佳已评选完毕 公布了获奖名单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年获奖的游戏都有哪些 我们感不感兴趣 今年Gamescom开设的评选分类 总共有16个 分成4大类 也就是说总共设有16个奖项 只会从主动参与竞选 这些奖项的游戏当中进行评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自己报名 对对 然后报名的时候 还得交参选费 啊多少钱 参与一个奖项的竞选 报名费是440美元 还行 还行是吗 你这个听看看 你想竞选多个奖项 三个奖项以内是800美元 三个奖项以下 每个奖项需要额外交200美元参选费 这是今年的报名费 比去年涨了将近25% 所以明年报名费有可能比这更高 然后这些交钱竞选游戏 将会由Gamescom 指定的20人评审团进行内部评选 他们大部分都是世界各大游戏媒体的记者 会对参选游戏 根据画面 玩法 音效 创意 娱乐性 技术力 以及商业价值 这7项评估标准进行评估 每项给出1到10分的分数 并最终在每个奖项分类选出5款游戏 作为获奖候选进行提名 并在Gamescom正式开幕前一天向全世界公布 所以这些报名和提名工作是在Gamescom 举办之前完成的 然后在展会举办期间 通过评审团和玩家们的综合投票 决定出每个分类的最终获奖名单 所以为了参选 你得稍微花点钱 比如预逼的星际大战王民直途 竞选了至少5个奖项 说明至少花了1200美元报名费 但最后一个奖项都没拿到 对预逼这种大厂 这些报名费可能不算什么 但对独立游戏工作室来讲就不一样了 因为为了参与竞选 除了交参选费以外 你的游戏 首先还得是Gamescom的参展游戏 就在Gamescom会场内 你得有你这游戏的展区 我要租他的位置 对对 这个展区费用是根据位置和大小不同的 比如角落的位置 150平米以下 每平米180欧元 超过150平米的部分 每平米降到167欧元这样 所以你看一个100平米的角落展区 就得花将近2万欧元了 Gamescom也为了照顾到独立游戏的小工作室 专门开了一个独立游戏展区 展区费用会便宜一些 而且这些游戏想参选Gamescom 奖项评选的话 报名费也会给你优惠50% 但可能还是不太够弥补 财力对评选带来的影响 比如Gamescom最受关注 最盛大节目之一的 首日开幕晚会 是一个向广大玩家们宣传里的游戏 进行拉票的绝佳时机 因为在万众瞩目的开幕晚会 有一个游戏宣传片播片环节 而在这你想投放三四秒宣传片 你猜需要交多少 5万欧元 就需要交11万5000欧元 你猜测了两倍 说明你猜的还差不多 差很多呀 最多可以花26万5000欧元 全包了 放两分钟的宣传片 所以如果你了解了这些奖项背后的机制和故事 就能对获奖结果有更全面的认知了 就跟我上期影片讲的如何看懂N站的游戏评分一样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具体获奖游戏都有哪些 首先是艺术大类下设7个奖项 其中最佳画面奖和最佳音效奖 都是由小小梦魇3获得 这是一款由万代南门宫发行的 可爱画风的惊悚冒险解密游戏 2017年发售该系列第一款作品以来 已经延续到这次的7类第3作了 而且在本作武器首次引入的双人合作模式 玩家们需要分别控制低矮和孤独两个角色 孤独的专属工具是扳手 可以转动各种机械机关 低矮的专属工具是弓 可以击中远处的开关等等 像双人成型那样 他们需要合作打败敌人 剪开各种谜题 比如低矮用弓击落飞行怪 孤独再跑过去用扳手敲死等等 单人游玩的时候 另一个角色将会由AI控制继续配合你 他虽然是精损游戏 但我觉得我们俩一起玩的话 可能会变成搞笑游戏了 我们玩完双人成型了 你还敢和我玩谁的游戏啊 当时都吵成什么样了 又按三次 我没有按三次 我明明按的是两次 我都听到了 他这次拿的最佳画面奖 去年的获奖得主是黑熊王悟空 今年跟小小梦魇3 一起在最佳画面奖被提名的期待游戏 还有星际大战 亡命之徒 沙丘 觉醒 蚂蚁帝国 以及赤雪沙漠 这个赤雪沙漠 被称为韩国的黑熊王悟空 是由开发过黑色沙漠的 Purl Office开发 也有可能会单独讲一期 然后在最佳音效奖方面 去年获奖得主 是赛尔拉王国之类 今年小小梦魇3 在该奖项 击败了其他四个被听的游戏 星际大战 亡命之徒 沙丘 觉醒 天国降临 救赎2 以及赤雪游戏 开发的9日 然后 今年的最佳玩法奖得主 是 兵器时代2 这款生存模拟 精力游戏 破坚steam 最终未王榜单排第2 我在之前的7位游戏 介绍影片里 介绍过它 然后它就延期到9月发抽了 最佳玩法奖 去年获奖的 也是赛尔拉王国之类 今年跟兵器时代2 一起在该奖项被提名的还有Blue Prince 蚂蚁帝国 PVKK 和Orthus多重人生 其中这个多重人生 我们之前直播试玩过demo版本 当时玩法是挺新鲜 但并没有那种非常惊艳的感觉 节奏偏慢 可能是因为是demo版本 而这个PVKK PVKK这个名字好可爱 它是你看底下这么长一溜 是这么长一溜的缩写 这个PVKK是我相当感兴趣的基地管理 兴趣防御游戏 也有可能会详细介绍 然后 艺术大力下一个奖项 对具娱乐性游戏奖项 是由大名鼎鼎的 怪物猎人荒野获得 这款游戏预计在明年发售 跟系列千奇作一样 在本作玩法上也跟之前有不少变化 比如现在大型怪兽也会群聚了 前期你的角色还没发育好的时候 有可能需要引诱单只落单 等前期准备工作 天气变化 现在会实际影响环境属性 会对熟练产生不小实际影响 而在本次宣传片烹饪场景 引起了玩家们极大的反响 把考虑的过程演绎得活里活现 让人垂涎欲滴 在本作烹饪方面的演出 获得了大幅加强 不同食材 会有各自专属的烹饪动画 我们最近通过直播黑神王悟空 已经验证了 我其实操作相当不错 是技术流 相当也不至于吧 头锤一趟 头锤一趟 啊 啊 反正是技术流 再加上它在你喜欢的烹饪方面 刻画的相当出色 所以这款游戏我们倒是也应该会玩 最具娱乐性游戏奖项 去年获奖的是收获日三 这款游戏后来发售之后 现在Steam好评率仅39% 红色的大多副品 怎么这么低啊 再一次说明 任何奖项和评分 都只是参考图个乐 你自己玩的时候 会不会同样觉得好玩 或不好玩是另一回事了 今天在这个奖项 跟怪力荒野同时被提名的 还有之前我们介绍过的 Enjoy 欢收帕鲁 上面提过的PVKK 以及 星际大家亡命之徒 然后是最史诗的游戏奖 同样由怪物猎人 荒野获得 去年这个奖项得主 又是塞尔达王国之类 感觉塞尔达 就他参赛的话 其他人就自动放弃 他选择的那些项目 提前可以知道吗 但是问题是你不知道啊 所以去年Gamescom的最大赢家 是王国之类 今年最大赢家 算是这个怪物猎人 荒野了 今年的最史诗游戏奖 其他四个背景的游戏 在前面全部出现过 分别是 星星大战亡命之徒 然后是刺血沙漠 沙丘觉醒 以及天国降临救赎2 然后最治愈的游戏奖 或者说最温馨的游戏奖 获奖的是今年6月份 已经发售的游戏 叫 魔影新语 在这款游戏 你是一间魔幻酒店的老板 你卖的酒有各种功效 各色各样的冒险者 会到你的酒店 歇脚或寻求冒险 你聆听他们的故事 你为他们调避拿中酒 可能会对他们的命运 产生生命运的影响 你也可以拼做 从客人们听到的各种传闻 为他们发布各色任务 冒险者们完成任务归来的时候 还会带来各种宝物 供你装饰你的酒馆 最终你会了解 各色冒险者们的性格和故事 让酒馆成为他们的避风港 和他们成为朋友或家人 感觉确实挺令人温馨的 是我喜欢的游戏 去年这个奖项的得主 是Switch平台的皮克米4 今年该奖项的其他四款提名游戏 是圣灵之境亚娃 Tiny Bookshop 我的小绿屋 以及木木屋 这一类看封面都是治愈效的 其中圣灵之境亚娃 已在前阵子发售 M战评分75分 Steam好评率92% 剩下的还没发售 然后艺术大类的最后一个奖项 最具影响力的游戏奖 获奖的是刚刚讲的 圣灵之境亚娃 所以这款游戏在今年的Tinypscom 拿了一个获奖 两个提名 另一个提名后面会讲到 作为小型开发团队 这报名费花的还算值 宣传性价比应该很不错 当然它的发行商 是著名的11bit Studio 上面出现的其他游戏 比如冰激时代2 多重人生等也都是他们发行的 报名费一般也是发行商出的 这是一款外星球探险游戏 探索各具特色的外星生态系 驯服各种外星小动物 并通过进化传染病 把这些小动物从死亡中解救出来 好耳熟的设定 你这么一说 之前我介绍的7款生存建策游戏核集里面 有一款游戏叫Honeycon 也是跟这个类似 去年这一奖项的得主是Sky光雨 今年其他提名的有Green Guardians Out and Above Tiny Bookshop 以及我在8月游戏介绍影片里 介绍过的游戏当中 你最期待的游戏 Rica 但后来Rica延期到9月12日发售了 不会在这个月发售 而从9月9日开始 我们得玩战锤四万星期战士2 为了守护人类帝国跟太龙从族厮杀 估计没时间在Rica当模拟了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 平台大列了 就是掘出各个平台最佳游戏的奖项 最佳Xbox游戏奖 由前面获得最佳画面和最佳音效 两个奖项的小小梦魇3获得 去年的最佳Xbox游戏 是极度血腥暴力的游戏 真人快打1 不过该系列早已被亚洲各国 甚至德国澳大利亚等都禁止了 今年其他被提名的游戏 有神话世纪 虫术 圣灵之境亚娃 多重人生 以及星期大战亡民之徒 最佳PS游戏奖 由怪物猎人 荒野夺德 去年该奖项得主 是铁拳8 今年其他被提名的四款游戏 是七龙珠 电光炸裂 小小梦魇3 第一狂战士卡赞 以及十月份要发售的 万代南门宫大作 《无名九始觉醒》 然后最佳手游奖 手游 还有这个选项 肯定有 手游市场也很大 只是我们不玩而已 获得最佳手游奖的是 耳术能详的米哈游的元神 但是去年元神 只不于最佳手游奖提名 谁把他打败了 就是上面讲到的 SKY 《光玉》 没想到平平无奇的样子 这就是这个奖项的宣传效应 连五官都没长出来的小人 我对他开始有点兴趣了 今年其他被提名的手游 分别是Digital Animals 恐惧炎地牢2 怪物猎人 闹 以及绝区0 所以米哈游是手游平台最大的赢家 而我们最关心的PC平台 最佳电脑游戏奖得主 就是天国降临 救赎2 而这是中世纪为背景的开放式动作冒险游戏 有点像第一人称物诗山 但是是没有妖魔鬼怪的显示版中世纪 也是我相当期待的游戏 我会在近期详细给你推销 介绍这款游戏 包括开发背后的故事等等 去年的最佳电脑游戏 是上面讲的收获之三 后来令人大失所望 你的那个Rica 去年还获得过最佳电脑游戏的提名 今年的其他提名游戏 分别是《杀出觉醒》 《蚂蚁帝国》 《蚂蚁帝国》到底是什么呀 《冰激时代2》 以及《剁兴人生》 听了这些提名 你可能会稍微讶异一下 大名给你的最佳电脑游戏提名 就这些 可能这样 但听了我前面讲解的 它的评演机制之后 你就能看出这些提名了 也不会觉得 他们都能被提名 那黑神话或战属斯万 为什么连提名都没有 因为他们没报名 然后是全球大理的奖项 最佳游戏宣传片 是《怪物猎人荒野》 最佳展区 是微软的Xbox 倍赛四达 动式暴雪展区 去年这两个奖项得主 都是万代南梦宫的 《小小梦魇3》 和《万代南梦宫展区》 然后腾讯 获得了Gamescom 今年新设的奖项 《可持续价值奖》 这个奖项 指在表彰全球游戏行业中 致力于可持续价值的组织 这些价值观包括该组织 如果处理可持续性问题 比如如果减少碳排放 以及他们如何与供应商和社区等外部合作伙伴合作 并激励他们实现共同 所有参加Gamescom的参展商 都会免费报名该奖项 不收报名费的 而腾讯就一起拿下了首届可持续价值奖 所以虽然有时腾讯的游戏或他们的一些做法 会在玩家群体间引起会议 但作为世界最大的游戏公司 没有之一吗 没有之一 最大的 第二是网易 哦 腾讯网易这么厉害啊 到底其实世界还挺好玩的 所以作为世界最大的游戏公司 他们不管是为了自己的形象也好 还是需要带头迎合国家法规也好 他们在很多方面确实是领先世界做的不错的 而且也有那个财力嘛 比如我以前在游戏公司上班的时候 公司跟腾讯也有很多直接的技术交流 有时他们来韩国这边交流 有时我们过去出差这样的 但我们公司作为韩国三大游戏公司之一 很多技术和公司体系 腾讯那边远远领先于我们 我当年为了学习什么 韩国这边的领先的游戏制作技术 来韩国留学 结果现在反而要向腾讯那边学习 你生错了年代 这方面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分享啊 好 我们今天了解了一下 Gamescom的各项大奖评选机制 以及获奖游戏都有哪些 还是那句话 世界最权威的M战评分也好 世界最大游戏展的评奖也好 都只是个参考图个乐 好玩这种主观感受是因人而异 没法完全客观的数值化过排名的 所有主观的东西 比如美式大赛 建筑大赛 什么选美大赛等等都一样 但也确实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而懂了背后的评选评分机制 那就能更看懂这些结果了 而不是被蒙在鼓里随波逐流 好本期影片就讲到这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这里面还有不少我感兴趣的游戏 对啊 毕竟还算是获奖的游戏 以后我们也可以去参加这个展